在这个学期里面 我学到了很多很多的成语故事 我最喜欢的成语故事是狐家虎威 它的意思是仗着别人的本领 自己显摆 因耳道理 在这个故事中 我学到了不能自欺欺人 而我最喜欢的是 谈单学步 前驴系穷的意思是 已经把最大的本领诱完了 来人北折的道理是 我错的方向去 就永远到不了周点 我最喜欢的成语故事就是 一箭双雕 如此可教 它的意思是 年轻人可培养 我很喜欢和同学们一起改编故事 我以前写的故事很乱 现在我知道了 要有起因经过结果 我在神笔马良这个故事里 最喜欢的角色是马良 因为呢 马良即使有了神笔 他也不骄傲 我最喜欢把故事表演出来 在马良的故事里 我表演过画师 这次探究 我们在童话世界里面 感受人物的真善美 孩子们也学会了改编故事 去表达他们内心的情感世界 王昭君出赛的故事 就是你养胖 为了永处和平 之后呢 就派一个女子出去 嫁给兄姨 之后呢 王昭君就勇敢地嫁出去了 这个故事里面 你最想要哪一个角色 我最喜欢王昭君 因为他的美貌 和他的品质 因为他很美 而且他又勇敢地去 嫁给了兄姨 就为了和平 神话故事很有趣 我喜欢王昭君 我喜欢韩古 韩古开千匹地 很勇敢 神话故事是古代人们 对世界的理解和探索 它邻居了历史 文化 价值观 本学习我们通过 对神话故事的讲解 学生能够掌握 基本的生字词 这次的故事探究活动 我们的同学们的参与的 积极性都非常的高 因为他们从这个探究活动当中 不仅了解到了许多有趣的故事内容 开阔了他们的视野 同时呢 也使他们懂得了许多有意的道理 在秦朝的时候 有一个皇帝叫秦始皇 他统一了文字 南北朝宾历 随唐五代船 宋元宁清风行事台 在本学期的语文学习中 我们学习了不同的历史长代 令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唐朝的贵妃醉酒 小故事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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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一起在故事的世界里翱翔 小故事大世界 小故事大世界